先生好啊 谢谢您让我来看您的家 左边一转 就是第一进院子的六间男房 现在他们都用于展示先生生平概览 作为一个展示空间 我们看到上面有大量的黑白照片 电视机里播放着的则是先生的纪录片 这些一张张的珍贵老照片 都记录着先生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我不得不说先生这张照片真是太美了 穿过小院看到这些展厅里面 放着的服饰戏曲动作 各有各的讲究 各有各的门道 这些不只是简单的动作语言 更是艺术语言 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那我们就来看看先生练功和起居的小院吧 近来就是这个红砖照臂 古朴的小院倒是在阳光的倾洒下 充满了生活气息 走进小院子 我们看到细节之处 也彰显着梅先生对于生活的要求 我感觉翻新过了的小院 更是恢复了他以往的荣光 在这里绵绵地 向过往的路人游客 诉说着他见证过的历史 我们先去东乡房看看 这地砖太有质感了 我超爱这个配色的 这个展厅陈列着先生经典剧目的 演出服装和实时的一些影像 照片 看到这里 你会更加立体地了解到 梅先生对于戏曲的热爱 以及在戏曲上花的时间和精力 这里还有梅先生的笔记和书画 正所谓见证了历史 惊艳了时光 走过各具特色的回廊 我们转角就来到了故居陈列市 以桃木色为主的 古香古色的风格 我真的爱了 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京剧表演大师 更是优秀的文化传播大使 梅先生为京剧的推广和走向世界舞台 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些照片墙不仅是一次次戏曲演出的记录 更是一次次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先生就像一盏灯 不仅照出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也照亮了晚辈的京剧之路 这是梅先生国际出访用的细箱 斑驳的箱子 见证了旅途的舟车劳顿 也见证了文化交流的繁荣 与新生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明天下大同